想象一下 如果把你的大脑连接到一种机器 这种机器可以给你的余生带来无尽的欢乐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想要拥有这种机器吗 这个问题是由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所提出的 由此他展开了一项被称作体验机器的思想实验 这个实验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世界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模拟现实生活的机器 这种机器提供给你的只有欢乐而没有悲伤 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你进入了这个机器 你将永远地脱离现实生活 但是你自己却很难发现 你无法分辨出自己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 人生本应有的跌宕起伏都会被一番风顺而取代 听起来很不错 是吧 这种体验可能会很诱人 但是它可能并没有听上去的那么美好 这个实验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反驳一个哲学思想 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者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将敬快乐最大化 因为快乐是生活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对于享乐主义者来说 他所做出的选择 一定是能够带给他最大限度快乐 却没有痛苦的选择 所谓敬快乐就是力求无穷无尽的快乐 而没有一丝痛苦 换句话说 也就是体验机器所带给我们的感受 因此 如果你是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话 你恐怕连想都不用想就进入这个机器了吧 但是 如果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不仅仅是快乐呢 这也正是诺奇克想要通过体验机器实验 所要证实的 尽管这个机器能够提供最大进快乐 它仍提出了不要进入机器的理由 正如许多其他实验人员所主张的 但是 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止我们去选择无穷无尽的快乐呢 想象一下 贝特希和泽安德是一对处在热恋中的情侣 贝特希是情浓密意 感觉再幸福不过了 然而他却不知道 泽安德却对他的妹妹安吉利佳按送秋波 在他们恋爱期间 与他的妹妹护送情书并秘密约会 如果贝特希发现这个事情 这将会同时毁掉他与泽安德 安吉利佳的关系 并且这样的体验会对他留下永久的创伤 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去爱了 由于贝特希仍沉浸在幸福当中 而没有注意到泽安德对他的不忠 享乐主义者会劝他最好安于现状 这样他仍拥有无尽的快乐 因为他没有察觉那段恋情的存在 他将像现在一样 继续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 那么 贝特希是否应该知道他的恋情真相呢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贝特希 你会想要知道真相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你所做的选择将大大减少你的静快乐 可能从此之后你就会发现 人生中还有许多东西 比快乐更具有内在价值 比如真相 知识 以及和其他人的关系 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不知道真相 贝特希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体验机器中 虽然幸福 但并不真实 这样的三角链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却反映出我们生活中每天所做出的众多决定 因此 无论你为了贝特希或是为自己做出选择 为什么现实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现实的体验是否具有内在价值 无论是快乐的或是痛苦的 当你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悲与欢时 你会更看重这个选择的价值吗 诺奇克的实验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但它却促使我们去思考 现实生活尽管有很多的不完美 却仍有除了快乐以外的内在价值 如果您热爱学习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我们将发布各种内容的新视频 包括左匹子的科学 足球的物理学知识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